中华蓬莱仙岛道教会连外道路法会活动在9号圆满结束了 理事长张天宝表示感谢全国信众全力支持 让一年一次的法会仪式可以完成 也祈求花莲合计平安 中华蓬莱仙岛道教会连续11年办理 花莲仙连外道路起安陆继公路法会活动 从112年1月1号到1月9号连续9天 在花莲仙收封厢丰平路三段六项五十三号道场办理 而在9号这一天也是最后一天也进行祈福 民主长由金黄亲自主持 理事长张天宝 首席顾问吴基成 担任主机关以及新众们 祈求用路人平安顺利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这个台九线这个路纪 我们这个一切圆满顺利 那这几天也辛苦了我们的工作人员 那我们最主要是希望这个春节期间 这个台九线一路可以平安顺利 那很多西部北部的这些观光游客 来到花莲旅游都可以平平安安过来 花莲平平安安回到家里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疫情尽快消退 那大家都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那我们祈求2023年新的一年 由东方木工的庇佑之下 我们大家都可以过很正常的生活 而且很开心很快乐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有空都来花莲 我们是一个幸福的花莲人 活动法会同时也挥好写书法的活动 邀请书法老师写上春联应景 来资政给项内的弱势家庭 来祝福他们兔年行大运 中华宏来新的道教会举办 迎接新年奎卯税 挥好舞墨公益活动 要来给大家接友 大家所有人可以来这些对年 可以回去打 最好的人带回家 让大家新春快乐 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中华宏来新的道教会理事长张天保表示 即将迎接兔年的到来 东方莫公在每年的过年前 都会办理连外道路 齐安陆继公路法会活动 不管是乡亲还是外的旅游客 来到花莲新京的新时道路的时候 能够平安 同时也祈求花莲先应苍荣五股丰登 兔年行大运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